脑梗三年没复发 只因为它做对了三件事 脑梗治愈以后也容易复发 但要做到这三点 帮助你远离脑梗复发 脑梗呢 现在困扰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 还有很多的脑梗 在治愈以后 没有多久又复发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注意什么 才能预防脑梗的复发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要按时服药干预 因为动脉的硬化或者是血栓 会导致脑梗 这就需要我们用药来干预 阻止住它进一步的发展 来降低发作的风险 避免动脉硬化进一步的加重 很多人呢 在发生脑梗以后 感觉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 就逐渐把吃药这件事忘了 虽然这时候脑梗的症状已经治愈了 但是造成脑梗的根本原因还在 所以还要按时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 避免脑梗的再次复发 那可不可以说不用药了呢 临床上呢 我会给大家出运动的处方 但是我建议呢 运动也并不能够完全代替用药 该用药的时候还得用药 第二呢 一定要监测着三高 也就是血脂 血糖 血压 因为三高是导致脑梗发生的诱因 不能够光吃药 不看指标 这样你也不知道你控制的好不好 第三呢 改善生活习惯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导致了你三高的发生 加重了动脑硬化和血栓的形成 会进一步的诱发脑梗 所以如果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呢 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戒掉高盐 高油 高糖的这些饮食 戒烟 限酒 每天呢 要坚持适当的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如果你平时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发病呢 也一定要改正它 引起血管堵塞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堵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管堵 心血管堵呢是心脏的血管闭塞 一般呢分为急性的堵塞和慢性的堵塞 堵塞的程度不同 治疗采取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呢为什么血管堵 心脏就像是一个房子 有房有屎 还分成尖 这里边呢有发电机 泵控制着我们的心脏跳动 而血管呢就像是水管 它堵塞呢是因为血管中沉积的这些物质呢 导致了血管的不通 这些沉积物呢就像是动脉硬化 斑块 斑块再破裂了 血小板凝聚以后就形成血栓 血栓呢会完全堵死这个血管 引起血管对应的供血区域呢 心肌就坏死了 这就是急性的心肌更死 当发生急性的心脏堵塞的时候啊 需要尽快的帮助开通血管 所以一般采用像溶栓的治疗 支架的植入 目前呢关心病的患者植入支架之后 需要终身服用抗宁药物 防止血管的再次堵塞 同时也需要长期的监测心脏的状况 包括心电图心肌这些检查 千万不要等到全堵了再去修理 所说的这个急性的堵 也是由慢性发展而来的 就像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 平时呢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帮助血管很好地避开这些堵塞的发生 少油少盐 无过度的肥胖 不抽烟喝酒 不熬夜 适量的运动 特别是不要久做 如果你已经发现堵了 那纯天然的中药治疗 会帮助你疏通血管 别耽误了自己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带你了解更多的新血管健康知识 血管的帮块别发愁 三个方向告诉你 如何化帮块通血管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确诊帮块的朋友 想要知道怎么治疗帮块 一般情况呢 是从三个方向出发 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 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那从药物治疗上来说呢 血管的帮块治疗 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也根据你的指标 确定你是吃阿斯匹林 还是吃塔丁 第二呢 介入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 所说的阿斯匹林 塔丁药物治疗 无法改善血管帮块的情况下 或者患者之前 就有冠状动脉 主动脉或肾动脉 以及四肢动脉 出现了明显的管腔狭窄 闭塞 临床上可以采用介入 或者是手术治疗 听好了啊 除了以上两个方法以外 第三才提到 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且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更改 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 当然这里边包括了调节饮食 不吃过多的油腻食物 减少油脂的摄入 再加上经常的运动 加快了血液的流通 以上三个就是治疗斑块的主要方向 作为中医人 我要特别告诫大家 以上三条里边有缺陷 应该倒过来 第一要改变生活习惯 你的斑块是由于你的生活作息时间和不运动造成的 那么首先要改变这些造成斑块的病因 第二这里边提到的 最先采用的应该是纯天然的治疗方法 那就是中药的治疗 中药的治疗干预了你的这些血液的状况 改变了体质 化掉了这些斑块 所以啊 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这些动脉的斑块 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有各具特点 适合哪一个方法 具体的还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判断 快速的降血压牢记这三个血位 血压稳稳的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临床上多数人采用了吸药的治疗 虽然吸药的降压效果快 但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患者 用中医的方式整体治疗 辩证论治 除了用中草药治疗以外 还可以通过血位的按摩方式来降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降压的血位 平时可以多揉一揉 第一个血就是百慧血 百慧血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穴位 两个耳尖之上正中间的地方 它具有着戚风行脑 生阳故托的作用 经常按摩百慧血 可以缓解中风失与失眠 高血压引起来的头痛等等 第二个就是曲齿穴 位于我们肘横纹的外侧端 比如说头目暴胀 人的性格就是刚烈的 暮暮远征 刚火旺 粗鲁莽撞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这样呢 在心脑血管病症来说 特别容易引起中风偏瘫 火气一起来的时候眼珠也红了 这个时候你帮它点按曲池穴 可以缓解心中的压力 曲池呢 穴曰曲池 池是渗水 这个穴位呢 是水生木之穴 能滋水寒木 它的寓意呢有着无限的生机 可以让肝木的强直获得柔和委屈之意 所以肝火特别旺 得到了肾池水的滋养 就能够使肝阳上抗的人呢 降了这个火 达到了治疗肝火的目的 所以道德经上说 曲泽权是大智慧 这个血就有这个意思 第三个呢就是四关血 四关可不是一个血 它是一个组合 这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组血位 它在哪呢 一个是颌骨 我们常见啊 就在手的骨口这个位置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脚上面 太冲血 颌骨和太冲的组合呢 称为四关 脚上两个 手上两个 这个血位暗的时候 可以起到让人一身气机融合的作用 颌骨呢 是走气 太冲是走血 气血流通 更加通畅 同时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 这几组血 你都记住了吗 高血脂分四种 不难区分的 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脂症通常是说 血浆中的甘油三脂 或者是总胆固醇升高了 也包括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它升高 高密度的脂蛋白呢 它降低 根据升高脂蛋白的种类不同 临床上通常把高血脂症分成以下四种 因为类型的不同 对应的方案也是不同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高血脂生活条理方案 第一 高胆固醇血症 要限制食物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少吃动物的内脏 脑 鱼子酱 螃蟹 鱿鱼 这些 同时要限制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增加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胆固醇的食物 比如说燕麦 糙米 豆类 这些富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 第二 高肝油酸质血症 要限制脂肪糖分的摄入 摄入蛋白质的食物呢 以豆制品 鱼类 蛋类为主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多吃粗粮 杂粮 粗菜 第三 混合型的高血脂症 要结合以上提到的胆固醇偏高 或者是肝油酸质偏高的注意事项 第四 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血症 要拒绝反式脂肪酸 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建议呢 要控制体重 每天都要坚持运动 你要把指标降下来的 每天的运动量呢 不少于30分钟 运动的内容呢 包括着快走啊 慢跑啊 打太体拳啊 这些 除了以上和饮食有关以外 一定呢 会有人说 我都特别注意了 我真没犯规啊 怎么还是高的呢 这就是中医里说的 你的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弱 我在临床上呢 特别爱说这样的话 你身体里边的好人少了 坏人就相对的多了 所以在消灭坏人的同时 也要更加注重 你的身体里边好人的培养 增加正气 从根本上去实现健康的目的 全心病一旦确诊 万不可忽视 下面三点 建议要记在心里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身边的朋友 查出了是关心病 除了要坚持吃药来干预以外 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有助于阻止关心病反复发作 第一呢 就是日常饮食要清淡 得了关心病 不要认为啊 把药吃上了就没事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 控油 控盐 控体重 另外呢 不要熬夜 把指标控制好 第二 保持心情愉悦 情绪的平稳 才能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避免过度的紧张 兴奋或者是愤怒 造成血压升高 严重的可能还会诱发心脚痛 心梗 第三 坚持适度的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血管的耐力 选择舒缓的运动方式 像散步 慢跑 骑自行车 每周呢 至少三到五次 开始的时候可以短一点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逐步的再增加到半小时 或者更长一点 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得了关心病 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做检查 及时的发现潜在的问题 低密度脂蛋白高 胆固醇高 应该吃什么 让我来告诉你 看完这个视频 用处是很大的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人 是可以吃鸡蛋的 每天吃一到两个没问题 但一定记住 少吃动物的内脏器官 多吃蔬菜 比如像芹菜啊 萝卜啊 西湖式 菠菜都可以吃 可以适当的吃海产品 比如鱼虾 有个患者啊 为今天吃了一个虾 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觉得哎呀 这是我不该吃的 其实呢 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适量的吃鱼虾 瘦肉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上热下寒 中焦堵 一招焦泥打通 温暖 全身上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终于说这样一句话呀 我是向上走的 而寒呢 是往下沉的 如果中焦堵 在这不通了 那就上焦是火 下焦是寒 患者一般表现为身体上半部分 会出现上火的症状 比如说皮肤的油腻 毛孔的粗大 眼睛干涩 心烦不安 甚至呢 是焦躁 容易发怒 这些症状 而身体的下半部分呢 就出现寒的症状 手脚也是冰凉的 特别的怕冷 腰气酸软 尿频小便清冷 这些上热 下寒 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 就会导致 经络的不通 气质血凝 那高血压呀 高血脂啊 这一系列的慢性疾病 就会发生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 打通中交的方法 有以上症状的朋友 可以跟着视频一起做 这个方法呢 就是两个穴位 一个是归来穴 一个是气冲穴 这两个穴位呢 都在腹部 肚脐旁边 具体的位置 我打在了屏幕上 可能有人说呀 这两个地方我熟悉呀 之前我也多揉一揉啊 揉了以后 怎么没管用呢 我告诉你啊 一者一也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告诉你 这两个穴位 它的作用 你再去揉 那作用就不一样了 中医说呢 如果你吸气的时候 不归根 那就按归来穴 吐气的时候 不通畅 那就按气冲穴 所以归来和气冲 一升一降 一吐一纳 这是肚子上面 升降 两个重要的穴位 归来穴呢 是专门纳气归田 管着我们气喘 气托 这些气虚的症状 而这个穴位 也可以治疗像 男子的善气啊 女子的公托 子宫下垂 老年性的像托钢 少年的体弱 古人说这个穴位呢 可以使脏腑的亏损 复原 所以又叫归来之一 多按归来穴 可以让人心清神静 灼音下降 拍打这个归来穴 也可以使百病去除 营养周身 归来穴呢 也是长寿的一个穴 严命的一个大穴 大有亡者归来之意 所以这个穴 你现在再去按 是不是别有意境了 气冲穴呢 是让人能够步履轻盈 有的人走路 拖泥带水的 按了它以后呢 脚步都变得轻盈了 这个穴呢 它是往上行的 有的人吸气下不来 吐气不痛快的时候 能够引导着气机 营养着你的头脑 像脑的供血不足啊 多按气冲穴 这样呢 归来与气冲这两个穴 一上一下 像拉风箱那样 通上撤下 没有丝毫的阻碍了 所以按了这个穴以后呢 就达到了解决 我们中交度的这个目的 让上下交通 按的时候呢 可以轻轻的揉按 向下推 对着这穴位垂击 都可以 每天坐上几分钟 动作简单 但是可以调和 全身的气血经络 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为什么冬季高发心血管的疾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从小雪节气之后啊 气温就骤降 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中老年朋友 都有着疾病复发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冬季的天气寒冷 血管呢 在寒冷的刺激下 就会出现收缩 痙攣的现象 这个时候 血中的含氧量就会降低 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 而心脏呢为了保持正常的功能 就会增加血压 调整心率的速度 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在寒冷的情况下呢 心脏承受的压力 就比平时承受的要更大 很容易诱发 心脚痛啊 甚至心梗 脑梗这些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近几年从特别冷的地方 去南方过冬的会很多 那没有这个条件的 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冬季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第一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及时的添加衣物 多喝热水 北方冬季要少外出 今天有一位患者啊 特别冷的东北 表现特别好 爱运动 我说你几点出门啊 我天不亮就出门 错了啊 一定不要这么做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在冬季的时候 尤其是北方 最好在室内多活动 太阳不出来 你不出去 太阳不出来的时候 阴气比较重 等太阳出来了 才能出门 第二呢 要注意均衡营养 清淡饮食 避免像高油 高脂 高盐这样的饮食 第三呢 冬季收藏的季节 怎么藏啊 你像动物都知道冬眠 所以在寒冷的季节里边 要多睡觉 早睡 早起 到冬季可不是 睡足了 藏起来 这是冬季养生的要点 你都记住了吗 以下五个健康谣言 千万不要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养生健康 谣言也是满天飞 好多所谓的健康知识 其实也是危言耸听 今天呢 给大家总结了 以下五个健康谣言 千万不要信 第一 患有心脑血管的人 不能吃鸡蛋 假的 饮食均衡才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保证营养 第二 醋泡的食物能软化血管 这个也是假的 第三 定期的输液能疏通血管 假的 这样只会增加静脉注射的风险 第四 三高的人不能吃肉 假的 鸡鸭鱼 这些白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 瘦肉是可以增加营养和产生气血的一个食品来源 所以不能吃这个事是假的 第五 在家中发生中风 赶紧吃阿斯皮林 假的 这可不对啊 不要浪费时间 赶紧拨打120 吉祥卧 上一期视频里边呢 跟大家提到一个我们右侧睡眠的时候啊 有个吉祥卧 可以把这个手呢 拇指放在耳后 而四指放在耳前 右侧卧 腿自然弯曲 这个就叫吉祥卧 很利于呢 心脏不好的人 他不能左侧卧 而同时有打酷的人 那又不能平躺 那吉祥卧是最适合的 你记住了吗 心脏不好的人 睡前要注意这六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不好的人呢 睡前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 睡前不要吃饱 不要喝太多的水 这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第二 睡前想一想 今天你的药 是不是忘了吃了 有没有落下哪一种 第三 床头呢 一定要背着消散甘油 这样的急救药 而且一定要注意 开封以后 三个月失效了 如果吃了 用于急救 是没效果 那可是损失大了 第四呢 打呼噜的人要注意 你的睡姿 因为打呼噜严重的话 很可能就是呼吸睡眠 暂停综合症 它会引起很多心血管的并发症 睡姿影响着你大呼噜的轻重 一般的说呢 不能平躺 也不能左侧躺 因为心脏不好嘛 所以只能右躺的机会多 建议大家呢 采用吉祥卧的姿势 当然了 如果你打鼾严重的话 一定要及时就医 到综合医院的睡眠科 进行睡眠的监测 来阻止住打鼾的现象 也对心脑血管是很有利的 第五 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成人一般八小时左右的睡眠 如果有失眠的情况呢 要及时就医改善 第六 如果一躺下 就感觉到有胸闷 胸痛 很可能是心脚痛的存在 要及时的就医 热水袋用的好 补阳气 调气血 大家看这个图啊 是不是上了年岁的人 非常的眼熟 这个热水袋 可是在六七十年代 特别盛行的 如果有岁数炸的人 跟我回忆一下 他叫什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冬天要进行保暖了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 增补阳气的话题 这时候我们热水袋 它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热水袋经历了 像刚才我们图上的这个热水袋 后来呢又有了橡胶制品 到如今呢 随着科技的发达 像盐大 电叉上的 面积还挺大 我觉得这是挺适合的啊 你可以拿一个比较方便 给身体加热的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热水袋 可不是光只能灌上热水的 这个袋子了 如果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结合上一些经络的知识 就可以把这个热量 阳气补进到我们身体里 去暖哪些地方呢 以下几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第一就是暖背 我们的后背呢 是肚脉和膀胱经 总管着我们一身的阳气 是抵御外邪风寒的一个重要屏障 尤其是大椎血 它是生发阳气 最主要的穴位 还有呢 大椎下面有深柱血 深柱深柱 是人体一身的顶梁柱 把后背给暖起来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身体里的寒气散出去 自然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也就提高了 能避免多次的感冒 第二个位置就是暖肚子 腹部呢 几乎装着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这里有气海 中暖 天疏 官员 这些重要的穴位 在这儿要是暖起来 能够提高肠胃的温度 加强肠道的蠕动 能够帮助我们驱走脏腑的寒气 以及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 同时啊 根据腹脑学说 腹部和脑部是相对应的系统 你把腹部给伺候好了 脑也就健康了 第三呢 是暖腰 感觉精力不够旺盛 少气懒言 站不直也坐不直 小便也不立 这种情况是肾虚了 你就要热一下你的后腰这个部位 后腰上呢 有两个重要的穴 肾疏和命门穴 多暖后腰 尤其是巴疗这个穴 尾巴骨这个地方 多暖着 可以增强人的肾功能 提升整体生命的能量 其实我们后背后腰 这两个地方啊 在冬天的时候 北方呢 有暖气 不用这热水袋 靠在暖气上去暖一暖 对阳气的不足 心脑血管病症的恢复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四呢 就是要暖脚 从双脚走过的经络呀 贯穿着整个全身 很好的把两个脚给暖起来 五脏六腑 就会暖和起来 全身的经络也畅通了 气血自然就通畅了 经常心慌 胸闷 检查却没发现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如果说你平时总是气短 胸闷 心慌心计心烦 还容易生气 不愿意说话 事一多呢 头晕头痛 应付不过来了 晚上还失眠 睡不着觉 经常还脖子疼 肩膀疼 后背疼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检查呢 又哪儿都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有的人会持续几个月 甚至几年都这样 实在是难受 就是检查不出原因来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 也不要过于担惊受怕 越是你检查不出来的疾病 你心里应该高兴 说明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而我们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呢 一般是精神压力过大 过度的紧张啊 焦虑啊 引起来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所造成的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 身体处于一种心肾不骄 血不养心 或者是你心血不足 不能供养心脏正常功能 肝也亏血 不能藏血了 再加上痰灼中足这样的情况 虽然表现的症状比较多 看起来复杂 但是辩证之后 很容易找到他的病因 病根 病肌调整过来 治疗的时候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如果病肌是肝起于结 就疏肝解育 如果是肝胆 胃不合 痰热内扰 那就清肝力胆 安定神志 如果是心胆 气虚 就要镇静安神 在辩证的基础上 对症用药就取得明显的效果 颈动脉斑块 最怕一个动作 上了年纪以后呢 动脉会慢慢的老化和硬化 脂类的物质呢 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寂 从而形成斑块 尤其是颈动脉 最容易形成斑块 大多数的中老年人 扮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 这是诱发头晕 中风主要的因素 即使是稳定型的这个斑块 一个动作也会导致斑块脱落 从而诱发严重的危害 以至于威胁生命 颈动脉的斑块最怕的动作就是猛然的回头 或者猛然的转身 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动作 你们知道看那个舞蹈里边跳汤格 这样的动作上了年纪以后呢 就尽量的少做 会容易造成不稳定型斑块的脱落 一旦脱落呢 就有可能阻塞了脑血管 诱发脑缺血或者是脑梗 如果是伴有骨质疏松 高血压或者是颈椎病 转头的速度太快的话 也可能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 无论是转身和回头 一定要控制好速度 幅度呢不能太大 不能够做突然发力的运动 比如说突然的站起来 或者猛然的起床 更甭提案你去打篮球啊 大羽毛球啊 这样进击性的运动 一般我都劝我的患者上了年纪以后呢 要少做 你知道了吗 这五种营养素对血管有好处 中老年人要合理补充 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逐步的出现问题 比如血管的硬化 甚至出现血管狭窄堵塞 诱发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 想要让血管健康 饮食条理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要补充以下这几种营养素 第一 烟酸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维生素B 尤其是B3 这是人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 烟酸能够很好的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的循环 有助于降血压 预防血管栓塞的形成 生活中有很多的食物含有烟酸 比如说花生啊 鸡蛋啊 鸡鸭鱼肉 瘦肉 这些 第二种就是维生素C 维C呢 可以付进血红细胞的生成 对改善贫血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维C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的含量 加快胆固醇的代谢 有效的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 有助于养护血管 维C含量丰富的食物 比如像猕猴桃 枣 橘子 橙子 柚子 这些 第三 微生素E VE呢 也是一种常见的微生素 可以降低血小板的凝聚 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 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毛细血管的生长 提升心肌以及外周血管的循环功能 也就是能够改善了V循环 同时可以有效的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保护细胞膜 第四 胆碱与磷脂 这两种成分拥有着很好的乳化性 可以有效的阻止 胆固醇不断的在血管内进行沉积 改善脂肪的吸收 胆碱的作用呢 还可以促进脑发育和提升记忆的能力 保证信息的传递 调控细胞的凋亡 构成了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促进脂肪代谢 促进体内的转甲肌代谢 降低血清胆固醇 富含胆碱的食物啊 比如说蛋类 麦芽 大豆 花生 各种蔬菜中 第五 钙元素 钙元素呢 是人体所必须的一种矿物质 补充钙元素 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合理的补充钙 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浓度 对于保护心脏是有帮助的 生活中钙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比如说鸡蛋 豆制品 海带 虾皮 芝麻 深海鱼 你记住了吗 三项指标控制好 心梗 脑梗 不烦恼 看完长知识 年龄啊 大于45岁的朋友 预防心梗和脑梗 要格外的注意 以下这三项指标 快来对照自己的检查单 看看哪项超标了 第一呢 总胆固醇 总胆固醇是血清中 各项脂蛋白所含胆固醇的总和 成人呢 总胆固醇的水平 如果是大于5.2毫摩尔每升 就可能会引起高血脂症 糖尿病 动脉 周样硬化这些疾病 第二 低密度脂蛋白 如果这项指标明显的升高 甚至超过了3.4 很危险 一定要积极的干预 这里说的干预啊 不是马上就赶紧吃他丁去 综合评估哪项指标高了 先从饮食 作息时间 运动 多方面的去改善 第三呢 就是同行半光氨酸 目前大家比较关注这个指标 它的正常值呢 应该在5到15之间 如果这项指标大于15了 不仅会出现胸闷 头晕 头痛 这些症状 还会损伤血管 内皮细胞 增加心脑肾血管 出现动脉中央硬化的风险 这项指标高 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我们不能不看数据 但也不能天天的盯着这些数据 正确的管理好身体 健康 伴随你我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希望分享的这些 心脑血管健康的知识 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个关键 决定着血管堵塞 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治疗心血管堵塞 有三个关键 把握好这三点 无论你是50%的狭窄 还是70%的堵塞 都能够得到缓解 第一个关键是 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有人说 就这 就这 非常的重要 血管堵塞大部分都是常年坏习惯导致的 血管里的这些 垃圾 纸质 排不出去 就会在血管内淤积形成堵塞 第二个关键就是 心态 很多患者朋友 查出心血管堵塞以后 过度的担惊受怕 出现了失眠 抑郁 心慌 头疼 这些问题 长死以往 就陷入恶性的循环 中医理论说 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归于情质不畅 它又会导致肝起瘀节 肝瘀了就会磕皮肚 皮肚不合就导致了 气血经验 没有办法很好的韵化 形成了 弹拙瘀组 慢慢的就进一步的堵塞了血管 从而也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 这第三个关键呢 就是个性化的治疗 中医治疗是辩证论治 和整体观的原则 在辩证以后 配五组方调整 全身的气血 改善人体自身的血循环 和新陈代谢 同样是心脏不舒服 用的方可能会不一样 这是中医里面说的 同病抑制 还有抑病同治的 那么正确的用药 才是最有效的 中医用药精准 也体现在这里 只要掌握了 这三个关键的因素 你会发现 不管是血管堵塞 还是高血脂高血压 都能够又快又好的 调理过来 三个地方发应 脑梗的危险就要来了 中老年人存好 脑梗在临床上很常见 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 所以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 尤其是过了40岁以上 要警惕脑梗发病的一些信号 不然呢 一旦遇到了突发的脑梗 就算抢救回来 很多人也会出现一些 难以逆转的后遗症 哪三个地方出现发应 就一定要注意了呢 第一个地方 就是血管发应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了 那有人就会问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管 到底硬了没有呢 中医耗脉的时候 手一摸上这个脉 是不是硬 一下就能表示出来 所以你也可以每天 耗自己的慢 这样既可以学会了耗慢 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血管 跳动的程度 但一般的说呢 早期的动脉硬化 会伴着一些轻微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 胸闷 呼吸不畅 第二呢 舌头发应 舌下面有青筋 又粗又暗 说话还不利索 含糊不清 这就可能出现了沟通障碍 很可能是因为脑供血不足 影响到大脑的语言功能 还有可能呢 表现为吃饭喝水的时候容易呛 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尽快就医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脖子发应 颈椎有问题 它如果不通的话 那脑供血一定不足 容易发生脑梗 如果你一直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 那你需要小心 是不是有脑梗发作的可能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 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 调养气血的药 帮助你调节心脑血管的功能 早发现早治疗 避免脑梗的发生 你记住了吗 关心病分为三个阶段 对照看一看 你有没有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关心病的治疗呢 中医呢 是根据你的不同病因 进行辩证论治 而在现代临床上呢 也要掌握一下 它是将关心病进行 分期来治疗的 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心脚痛 心脚痛的表现 一般是胸部的压榨性疼痛 位置就是在胸骨后 心脏这个地方 可能放射到心前躯 甚至到上肢 下颌 腌部 伴有胸闷气短 为主的症状 由于血管部分的狭窄 但是这个狭窄的面积呢 还不大 所以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 导致心脚痛 第二阶段呢 就是心肌梗死 也叫心梗 心梗的表现呢 都是突然发作的心前躯 压榨性的疼痛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感到沉重 开始的时候 还会伴有心跳加快 血压增高 后期呢 会出现全身血循环的障碍 心跳加速 大汗淋漓 呼吸困难 这些症状 因为是心脏有部分功能损伤了 血管狭窄的程度比较高 堵塞的严重 心脏呢 得不到充分的滋养 泵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心梗的症状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心衰 心衰表现呢 是胸闷气短 下肢浮肿了 乏力 头晕 这些症状 心阳不足 心脏本身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三高主动脉的狭窄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些情况给心脏的复合再加重 那就导致了心衰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 我们要逆转这个进程 控制干预积极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心悸失眠别发慌 有一招补心气定心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很多的患者说呢 运动量一大 就会出现心悸失眠 胸闷 多梦 疲乏无力 头晕目悬 健忘 越是运动量大了以后 越睡不着觉 有这些问题的患者啊 往往还会表现出来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蛇指是淡的 脉是虚弱的 或者出现结代脉 中医说呢 这属于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 或者是思虑过重 损伤了心脾 导致了心血暗号 神不守舍 有这么一个忠诚药 能够帮助缓解这样的问题 这个忠诚药就是 人身龟脾丸 它具有着补一心脾 养心安神的作用 可以治疗气血两须 心脾两须 这样的一个基础方 很适用于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体质特别弱的患者 当然了 对于失眠这一个病症来说 临床上比较好用的 我还推荐像 诸杀安神丸呀 填梦口服液呀 对于睡眠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中医讲是变中论治 每一个症型 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法 要慎重用药 心悸失眠 多数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经常的会有 胸闷胸痛 心悸失眠 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呢 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中医认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导致上面说的这些症状 第一呢 是心气虚 主要是因为心气的耗损 或者是年岁大了 各个脏气呢 都功能衰退了 或者是大病之后 体虚造成的 心肌气短 活动以后 加重还特别爱出汗 胸闷胸痛 面色也苍白 体卷乏力这些症状 通过益气养血的方式来调理 用药呢 建议像生脉瘾 治肝草汤 如果出现了心肾两须 还可以用白子养心 这一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心血须 像湿血 劳神 多是气血 生化之源不足导致的 同时也会出现心肌心烦 健忘失眠 这些症状 尤其表现出心血不足来 面色苍白 纯色暗淡 脉也是细弱的 调理的方法主要是 补血 安身为主 像人生龟脾啊 天王补心呢 都可以 你记住了吗 心脏有三怕 希望你一个都不要沾 心脏是五脏之主 君主之关 是供血的中心 心脏呢 有三怕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 心脏特别怕累 过度劳累 会靠伤心血 影响心脏的功能 超强度的劳作 甚至可能会引起心梗 心衰 猝死 这样的情况 第二 心脏怕冷 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吸血管呢 就会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第三呢 心脏怕咸 吃的食物里边过于咸 尤其是炎瘦的过多 就会导致血压的异常升高 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 是在六颗以内 心脏的跳动是人维持生命的重要标志 保护好心脏 人才能更好的长手 总是胸前疼痛 不一定是心脏病 有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胸老是闷闷的不舒畅 特别喜欢 常出气 总听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见着你就 哎 先打头 还隐隐的觉得胸痛 持续的时间 很长 不缓解 很多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得了 关心病 心脚痛 非常苦慌 在中医看来呢 很多的原因 都会引起胸口疼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就是痰阻心脉 因为饮食不洁 不干净 不洁质 忧思过重 损伤了脾 导致脾的亏虚 运化能力减弱 身体里边的水液呢 就会聚集成痰 阻塞心脉 平时呢 会有胸的满闷 头重如果 身体的疲乏 困健这些问题 想要缓解这个病因呢 可以用瓜楼蟹白半下汤 来加减治疗 起到一个通阳蟹拙 化痰开窍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肝瘀气质 中医说肝有疏泻的功能 调畅气肌 如果疏泻不急 就会肝气瘀制 出现情质的抑郁 爱常看气胸胀 这些症状 可以用柴湖疏肝散 逍遥丸 开胸顺气 这些疏肝领气 宽中解育的药 这第三个原因呢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有一天一个患者 来了就觉得 哎呀我关心病了 心脏不好 可是各项检查都做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啊 你最近是不是 老低头久坐 干着一件事 这老太太说呀 哎呀我是最近 特别爱支补东西啊 做出小玩意儿来 想给孙子 天天坐在那不动画 所以导致了 低头久坐出现的 胸闷 胸痛 气短 这样的情况 他并不是真的 关心病 但是呢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 他也会引起 气质性的病变 及时的改正 不让他进一步的发展 你记住了吗 老伯心慌心剂 常用这两种忠诚药 你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会出现 突然的感觉到 心跳加速 突然的会有 惊慌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像焦虑紧张的时候 更加明显 心慌 气短 乏力 胸闷 头晕眼花 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藻伯了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很少给大家介绍 忠诚药 对于藻伯 心率不齐的朋友来说呢 这下面两位忠诚药呢 在临床上 还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 这第一呢 就是稳心颗粒 它有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针对着 心脏不好的时候的 气阴两须 心脉瘀阻 而导致的 心慌 心悸 胸闷 气短 乏力 这些症状 是有很好治疗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身松养心胶囊 它是益气养阴 活血通落 清心安神 适合于气阴两须 心落 瘀阻 导致的 关心病 使性早博 这两种药呢 有相似的作用 但成分是不同的 像身松养心的 化瘀作用就好一点 而文心颗粒的 镇静 安神作用 更强一点 天然的 阿斯匹林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 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 几个 天然的 阿斯匹林 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呢 都看过来 第一 就是我们 炒菜里边 常用的 洋葱 洋葱可以有效的 达到 呵护血管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不但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预防血管的硬化 还可以稳定血脂啊 血压 降低 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海带 海带中 所含有的牛黄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胆固醇 可以促进整体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是呢 海带要记住啊 控制好 吃了量 避免一次摄入过多 导致点元素的堆积 使人体的甲状腺出了紊乱 海带和酒 一定不要一起吃了 第四 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含有着番茄素啊 具有着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有助于提高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我以为你最安排啊 对不对